刚才所说我们跟巴拉圭的邦交 没有状况 这是粉饰太平 现在状况这么严峻 国民党立委陈以信直询外交部 点名我国在南美洲唯一有邦巴拉圭 邦疑岌岌可危 巴拉圭的外长阿塞维多 他3月28号 在巴拉圭的媒体上面专访 他用了一些字眼 他说中国已经有明确的表示 与这个巴拉圭建交的态度 那么他亲口说 当友邦的情谊 只让我们呼吸衰竭 这到底有什么好处 外长在媒体上讲了这个话之后 其实他隔天就请我们的驻巴拉圭 韩大使到外交部 他有澄清说我们两国关系非常好 没有任何问题 虽然外交部及时澄清 但纽约时报也报道 巴拉圭考虑摒弃台湾 投向中国与中国疫苗 内文写下巴拉圭政坛部分党派认为 现在是时候考虑抛弃台湾 转而和中国发展外交关系 因为台湾没有出口疫苗 而中国有 但其实台湾维系和巴拉圭的邦誼 也有盟友奥远 3月26号 印度将10万剂疫苗运到巴拉圭 其实这是我国与美国日本印度合作协助提供 同样在上个月底巴拉圭空军官方脸书公布 台湾运教一批原赠的直升机 并由巴拉圭总统阿布朵亲自主持赠送仪式 显示高度重视 有些外媒的报道 他们是在叙述当时的状况 那当然他们把当作的分析 再把它写出来 也许有人说邦交危机 马上要断交 这个都不是事实 毕竟巴拉圭是台湾在南美唯一有邦 美方也高度关注 但中国挖墙脚动作不断 恐怕不可不慎 三选领域者李温婷张晦琪 他不到